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热利素 首先我们操作的时候先接上电源线 打开后面准开关 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仪器界面 仪器界面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左边这个参数 左边我按一下之后 这里呢会显示我们装上的摊头 它总共有两个摊头分别为0.8跟1.3厘米 这是固定你装上哪个摊头它会自动对应的 然后这里呢是剩余的发数 这个是你已经打过的多少发数 我们这个摊头总共的发数为525发 这个加起来的次数 好我们返回 返回看一下这个组界面 组界面的话呢 它这里有显示的就是我们打点的部位 我们如果按到这里的话呢 就是显示总共的发数为576发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我们的脂肪小于2.5公分以下的 我们选择性对应来调 比如说中间我们避开肚脊的位置 其他都有打点 好我们看到这一记右边 右边第一个呢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在打点的时候 它会自动显示打够了多少个点 底下这里的话 比如这里的话呢 我们是总共能打出多少个点 一般我们调为576 只要脂肪大于2.5寸的话 公分的话都可以打 好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摊头的深度 刚才我说过 这个摊头呢是1.3 1.3这里有标注 1.3厘米 好 这里的话能量 能量的话呢 最低是5 然后我们慢慢加起 最高是75 但是我们加到45的话呢 它会显示一个报警 那报警的意思呢 是让你要小心了 再往上加的话 要看客人的承受能力了 一般脂肪厚 脂肪成厚的人才可以往上加 好 最高就是75 再往上加了 好 操作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按到ready 开启 开启之后呢 开启之后 我们在皮肤上操作 我们看一下摊头 摊头这里的话 我们操作前 先按一下这里 然后再按这样 等到它576个点打完之后 我们才可以离开皮肤 首先我们的腹部的话呢 先用指指量一下 它有没有2.5公分 我们捏起来 然后测量 它够不够 如果够尺寸的话 我们才可以操作 操作前呢 我们要按照我们摊头的面积 画点 我们分别为 1.2.3.4.5 6.7.8 这样子 画为每个部位 我们要操作的部位 画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插上凝胶 现在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操作的部位 首先我们从这个部位开始操作起 操作过来之后呢 我先取一个部位来操作给你们看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亮灯 亮灯有点微红的 它就是开始已经在操作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千万不能离开皮肤 好 现在的话呢 有那个点数在调动 那现在点数是178 然后慢慢加到576 它才会停止 点数为470多发了 我们一直持续在刚才这个位置 直到它的点倒完才可以 等一下我们注意看这个亮灯 我们注意一下 在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千万不要离开皮肤 固定在这个位置 然后客户的话呢 尽量不要跟客户说话 让他放松 休息一下小 还有感觉一下 这个感觉 时常要问一下他 不要让客户太紧张 一些注意事项的话呢 具体说明书上有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像心脏病和皮肤病 然后装有胸脏起泊气的 有这些严重病症的 都不能操作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在回生 然后现在 红色灯了之后 回生走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离开皮肤 然后才会有吃氏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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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